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有新发现 我是卡卡 我是欧世音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神奇的中意 它是继披肩斩棘的哥哥之后 另外一个我看到全是男人的中意 这是一个泰国中意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bromance 平平无奇 给大家看一下中文艺名 哇大受震撼 名字叫做百鸡真狼 短短四个字里面包含了 人物事件核心冲突 淋漓金正 哇这个名字就是吸引我当时去看它的原因 中文艺者水平很高是吧 对 我也同意 真的 当时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才华这种东西 才华很异 所以它的那个节目核心讲的就是 16个男人真一个军 它名字呢 我们就给它吃一面叫做大壮 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看泰宗 所以我着实没有料到这个节目如此的大胆 第一集就是浴池秀 就上来大家做完自我介绍以后就开始秀身材了 哇那个九池肉灵的感觉啊 里面有我们这种身材比较普通的人吗 虽然可能会有 因为17个人嘛 加上那个大壮一共有17个人 不是 但是摄像机大概率是不会给到那些人的 就是不会把他的镜头保留下来 对尤其是第一集嘛 那一定会给到身材特别好的那种有肌肉的 料比较足的那些人 以及大壮的身材 大壮的身材就是那种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那种身材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 以色使人色衰则爱持 这句话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是有 后面还有一个环节 是一方用嘴闲住爱心贴纸贴到另外一方的身上 你可以随意选择位置 这波波环节呢 就是看你有没有心啦 有心的人可能就 嘴嘴嘴嘴嘴了 就这种环节 沉腰18岁以上的男孩女孩们去鉴赏观摩 那我想知道那个如果无心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他们里面也有无心的很随意的 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贴到大壮的身上 所以他们前面有个弑手环节 就两个选手随意的对贴 我也不知道他们选的那个位置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 他们用嘴贴到了对方的胸上 等一会会涉及到一个学长和一个黑贵人 学长和黑贵人在释手的时候呢 学长本来是想要亲黑贵人的额头 但是他没摸准位置 黑贵人比学长要矮一点 没摸对位置 还蒙眼啊 不是 学长自己闭了眼睛 怼到黑贵人的身前的时候 就怼错地方了 就怼到了嘴上 总而言之就是沉腰各位 18岁以上的男孩女孩们去鉴赏观摩 这第一就是游戏极为大胆 极为叙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节目的剪辑非常的搞事情 就是选手在做了任何事情以后 很快就会放出选手的采访 大壮的采访 以及竞争对手的采访 我很快就意识到了 这不是《非诚勿扰》 这是一出活色身相的后宫真宠剂 现代码 好 我给大家展开讲讲这个后宫真宠剂 这是我很感兴趣的 相信大家也很感兴趣 好 那在你讲这个后宫真宠剂前 我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要问 就是大壮何以成为大壮 他凭什么 首先是节目主给他要求的 就有这么一个大壮 不是他也是别人 就跟皇帝一样世袭网替 对 第二 我猜测 在这遍地飘零的时代 大壮可能是唯一的独一无二 这个与他被你承包了 然后给大家展开讲讲这个后宫真宠剂 首先选秀 也就是出印象 出印象要怎么做 如果你不是大壮一开始就暗恋过的学长 注意这个学长后面还会出现 这个学长就相当于是皇冠 对不对 你原本就对他有印象 那你如果不是皇冠 你能怎么做 那你只能选择主动出击 节目主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游戏环节吗 第一集就有一个潜水憋气 比持久力的环节 你在这一集里面 努力的勇夺第一 就能够在大壮心中留下印象 而且这是保重名额 直通车 直通第二集 对这个环节就让我看出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叫做你有没有为一个人拼尽全力 好 你有没有过 我没有 我也没有 当不求一致我的人生就为三个人努力的发挥过我自己的涵养 竟然有三个人 对我爸妈和你 就是要压抑住自己的怒气 在吵架的时候 对 我懂 那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确实有为你们三个人拼尽过全力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真宠篇 这个是要详细讲讲的 真宠篇主要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与众不同 对不对 主要的表现 就是之前我提到的那个学长 他展现出来的 他奉献的这些表演 第一个 拍照的时候 主动的让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增加肢体的接触 怎么主动的让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呢 就like this 当然不能这样啊 你这样子 人家都是小鸟一人 你是大鹏展翅啊 好 你肯定要告诉我 你肯定要告诉我 你可以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吗 当然要这样啊 怎么能直接 怎么能直接这么主动呢 可是像我这样不太喜欢身体接触的 就是我不 我凭什么 你成不了大壮 好 第二个环节呢 就是六个人分别制作了一杯饮料 大壮在不知道是谁制作的情况下 尝每杯饮料 并且选出他最喜欢的一杯 获胜的那个人就直通车 进入下一节 下一环节 学长 极有心机 特别佩服他 大壮尝到他那一杯的时候 就在旁边表现出自己特别害羞 哎呀呀呀呀的那种表情 我还以为有多高级的招数 不过就是这样平平无奇的招数 我看到的时候大受震撼 我刚刚脑子里面想的就是 学长在做饮料的时候 特地加上了 比如说加上了一个 就随便 反正就加什么东西 然后呢 是专属于大壮和他的秘密 真是高估了学长的脑容量 学长在来这个节目之前 并不知道大壮成暗恋过他 哦这样子的 嗯好 行有可原 而且学长还有另外一个心机 就是学长说 我不怎么会做饮料 所以呢 我就做了自己喜欢的 我就要让他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 所以最后大壮选了学长吗 没有 这不是 这不是 眉眼泡给瞎子干什么 对啊 哎 我跟你说 就是学长很努力 但大壮一步一步那个分 是在往下降的 这说充分说明了什么 充分说明了 大壮喜欢上了别的人 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 大壮最后喜欢的人是谁 当然就 他没有解释对我的意思 但我跟大家说一下 充分说明了什么 充分说明了人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你不能只见树木 不见树林啊 嗯 没错 嗯 我等一会儿再跟大家讲 这个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先把那个 有学长这样的正面教材 是不是就一定有反面教材 嗯 反面教材就是黑鬼人 嗯 也是在做饮料那个环节 六个人不是做饮料吗 另外六个人就跟那大壮一起去 浮浅了 嗯嗯 在浮浅的时候呢 大壮就有个腹板 周围一堆人 就像那个小海豚等着喂食一样 就围着大壮 就跟他聊天 哇 这个鬼太爱了 好 然后 其中 黑鬼人 极为大胆 他就爬上了那个腹垫 给大壮按摩 这个过于大胆 过于讨好的行为 震惊了大壮 嗯 大壮一下就把黑鬼人 打入了冷宫 好脸 真白 当然也还是有那种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的 嗯 但这个呢 我不推荐 所以呢也就不跟大家讲解了 嗯 真途环节讲完以后 就讲 醒悟环节 嗯 就像你刚刚说的 嗯 棍在一棵树上吊死 嗯 对不对 而且像学长 反而都被降成这样了 那肯定要寻求别的出路 嗯 所以学长就和黑鬼人走到了一起 刚刚你说16个人争一个的时候 我就想说这16个人里面难道没有人动动脑子 就是自己在 内部小话 对 所以呢 学长就和黑鬼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发展了感情 嗯 反转来了 嗯 大壮突然发现 学长要离开他了 嗯 那我要抢回他 所以大壮做了一件什么事 嗯 大壮就在这一轮的淘汰环节里面 嗯 问学长 你愿意和我继续走下去吗 好 然后他果断地淘汰了黑鬼人 学长选择留下来这件事情呢 有两个后果 嗯 第一件后果是关于别的 就这件事情 既有那种很鄙夷学长这个行为的 也有很质疑 大壮这个行为 就是你都已经知道 学长和黑鬼人之间有感情 你为什么还要留下学长呢 对我也这么觉得 我觉得大壮人品不行 人品有一些些问题 对吧 之前送钥匙的那个钥匙哥 钥匙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知道大壮是怎么回答的吗 嗯 大壮避开了正面回答 大壮就给他解释说 你要关注自己啦 不要去关注别人的事情啦 你累不累呀 我感觉你已经累了 回去休息一下啦 他这个帝王术倒是修得很好啊 这个就叫专业 反正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在这 我就对大壮 那个音效分 本来就只有50分了 一下降到了固体 学长留下来这件事情的第二个后果 就是学长自己 因为他本身已经性恋黑鬼人了嘛 在这个时候呢 大壮 我看到第六集大壮最喜欢谁 大壮最喜欢的是一个19岁 还有初吻的小弟弟 大壮就一直想要夺得小弟弟的初吻 就一直在问我可以获得你的初吻吗 就经由各种这样的事情嘛 学长就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看他们做戏 有点累 嗯 他好像一下子就悟了 嗯 嗯 就觉得 没有意思了 还是应该和黑鬼人去发展情感 尤其是黑鬼人最后 饱含感情的看见他那一眼的时候 学长的心受到了触动 嗯 这还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嗯 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们在进行游戏PK 又又来到了 你有没有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那个完结 啊 每个人要快速吃下自己面前的食物 嗯 学长是这么说的 他说在鸡蛋噎住了他的 那一瞬间 他突然意识到了 爱情 不需要这么努力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娘给人干啥呢 这样委屈自己 对 毁灭吧 赶紧来 总结一下就是我看完这六期节目呢 我是非常强烈的推荐 18岁以上的少男少女们 去借鉴观摩的 嗯 就是这个节目吧 是我们在 国内的中心里面 无法看到的大胆直白热烈火辣 好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观众 或者在评论区和卡哥留言互动 anime哦 anime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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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